黃色的垃圾車倒在橋面上 佔據了一個車道 車上所載運的垃圾 部分也散落出來 9號上午 這一台大理清潔隊的垃圾車 從隊部出勤經過人體路 要右轉大理橋的時候 疑似因為車子機械發生故障 加上轉彎時重心不穩 整台車因而翻覆在橋面上 同仁是這樣子說啦 就是那個機械故障有那個發生 發現那個聲音有怪聲的一個部分 所以就是突然間有翻車的意外這樣子 垃圾車翻覆在大理橋 造成車子機油也漏了出來 擔心路過的車輛會因此打滑失控 清潔隊也趕緊灑上墓穴來吸取機油 它現在那個機油有在漏油了這樣子 等一下它吊車來的時候 我們還會再做一個 事後的一個清理這樣子 那所信沒有造成同仁的 或者說造成民眾的一個 那個傷亡的一個部分 那現在就等吊車來了 我們就緊急來做 這方面的一個善後處理 警方除了協助清潔隊 處理善後 也將進一步調查垃圾車翻覆的原因 所信這起車禍 只造成後方部分的車流回堵 沒有波及其他的雍路人 而駕駛也沒有受傷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解來秋風 台中採訪報導